他退过一次 这一次他不会再退 在狼牙榜中令我最为动容的 不是主角团的步步为营 而是一个出场次数 一个手能数的出来的配角 他是严阙 他是扶持皇帝上位的功臣 是当朝皇后的长兄 是曾经位满四十乐马封侯的天之骄子 他曾辉煌过 曾悲愤过 曾欺瞇过 曾执拗过 他也曾经抛下一切 却又重新拾起 刚出场时的严阙 只是一个沉迷单杀之道的侯爷 在身为严阙之前 人们最先认识到的 是他作为严玉金的父亲 作为游离于朝堂权力之外的无关侯爷 观众未见其人 却从玉金的口中先闻其行 无论是对家还是对国都不问不问 以心修炼远离红尘 用玉金的话说 要没我这儿子 我们家都改成道观了 王好听里说 言侯爷清淡无为 如咸云也喝一般 而他的出场 标准表现出一个 丧父式育儿的样子 面对儿子亲切地问候 不冷不热地表示 自己回家只是拿东西 马上就走 面对儿子 务实单杀关切地叮嘱 只会像独断的父亲一样 强行打断训斥 你懂什么 但同时 他也会问玉金在府里怎么样 钱是否够用 言侯爷的第一次出场 浅浅一面 留给人们一个模糊的侧影 严肃执拗 颇有威严 连关心孩子的话 说出来都带着肃然 像是冰封下的火山 剧中没有说 赤焰俱变的时候 言侯爷的境况 但可以猜到 他大概是未曾为此 上书挣扎的 若是言却上书 十二年后 必定不能如此安然地 寻先访道 萧选杀了自己亲生的儿子 杀了从小于自己 一同长大 有恩有义的林谢 杀了与自己 颇有感情的陈妃 若是言却当时 尚书皇帝 他没有理由不杀的 对皇帝而言 言皇后明显 也没有比陈妃感情更深 言却之所以 能活到林书回来 只能是因为 他当时没有如霄景眼 一般作死 他曾知身一人 出世虎狼之师 也曾与林谢拼死 向宝符萧选 登上皇帝的宝座 对于他而言 他从不怕担罪责 也不怕身死灯灭 而面对赤焰惨案 他未曾挣扎 从剧中推测 原因有三冒号 一是家国 对于前半生的 阎侯来说 最重要的莫非家国 他曾之身深入敌营 面对几家 何为的困局 巧遍退敌 那一刻 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他曾拼尽全力 与林帅 共同扶持皇帝上位 不是为了权力 还是为家国 他以为这位 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上位 会带给人们一个 和清海燕 石和碎丰的国家 为了太平盛世 他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 可以忍痛放弃自己 心爱的爱人 对阎侯而言 国家的稳定 是心中最重要的东西 赤焰惨案发生时 朝廷震动 大臣的口中描述的 当时的京城 几乎血流成河 齐王的声望高 当时案发时 几乎半朝的文武大臣 都在为他求情作保 但事情却是越保越糟 人杀了一批又一批 好几个府邸都被杀绝了 面对这样的情形 逆流上简单 可如此这般下去 大梁怎么办 严却一为朝廷重臣 二为皇家外戚 就像最后关头 他带头逼皇帝 为赤焰逆案平反 作为严侯 他的所言所行 是众多朝陈贵期的风向标 有多少双眼睛 看着他的动向 如果连他也在赤焰惨案发生时 带头对抗皇帝 大梁的朝堂 只怕真的要血系 到了那时 虎视眈眈的四镜又该如何 失去赤焰君 已经令大梁痛是一臂了 失去的不能复返 当下最重要的是 把朝堂稳固下来 才能以最快的速度 让国家秩序恢复正常 一夕之间 心爱之人 与林大哥一家一同蒙难 他比任何人心都痛 但也比别人更看得 轻轻行事时 便得名重中之重 二是没人比严阙 更加熟悉梁帝萧选 身为严太师的长子 他年幼时曾常扮皇帝左右 严阙与林谢 曾是和萧选一同长大的挚友 一起读书 一起习文练武 一起共凭大梁危局 他们曾经发誓 彼此共患难 同富贵 生死相随 永不相复 他亲眼看着曾经许诺 要好好治国的皇帝 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他夺妻 沙子 一人 叛将 眼睁睁地从一个 他们信任的皇子 变成如今多以寡恩的帝王 没有人比严侯更清楚 皇帝的决心 若是在一切发生之前 或许还有挽回之机 而如今赤焰惨案 已经发生的被动局面之下 无论严侯带领人们如何挣扎 除了增加朝堂的动荡 都不能有任何有效的结果了 其三 便是严阙自身的复杂性 与儿子炎玉金不同 曾经的炎雀并不是一个 失久风流 不理正事的公子哥 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更背负着家族发展延续的众人 作为大梁历史上 数一数二的世家贵族 炎氏曾出过三位帝师 两任皇后 两任宰府 痴情重义是他的性情 而中军报国早已融入了炎雀的邪骨 所以当登基第二年皇帝从他身边抢走了林乐瑶 他也并没有像炎情小说中所写 冲冠一怒为红颜 而是选择了守住君臣这条线默默退让 为他和他的孩子祈祷在宫里过得好 他的出身和经历影响了他的顾虑 他的忠意又决定了他面对事态的首选 他一退再退 退倒再难忍耐 有人说赤眼逆暗后的炎侯被现实磨平了棱角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炎雀从未被磨平过 从他的第一次出场 我就觉得奇怪 一个寻先仿道的侯爷 说话做事怎么会如此美丽风景 哪怕是在对孩子说出关怀之语的时候 也是肃然的 和《红楼梦》中沉迷修道炼丹的假径相比 炎雀全然没有一个沉迷乡竹丹杀之人 应有的虚浮之计 赤眼君一暗这么多年过去 与其说炎雀是在找一种使君的方式 不如说他在给自己找一个使君的理由 他曾经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面对三方联合 以超过我方五倍兵力只押我尽的敌君 那是得炎雀年方二世 手持王杖制节 卷一速官 刀斧斜斜势而不退 于敌营之中舌战群臣 将三方联盟游说至分崩离析之态 以助大梁一举反攻 方解危机 炎雀心怀天下 重情重义 十几年来 求仙访道 想必他心中是极恨的 是梅长苏 利用他最看重的两方面 说服了想破釜沉舟 筹谋多年想一举祭台式君的炎雀 一是他最看重的家国 经此一事必定令大梁内斗加剧 从而引发边境危机 二是以他重情重义的本性 使君一旦成刑 不但不能为林谢一家平凡 他爱的人陈飞仍然是无辜的孤魂野鬼 无牌无灵 并且还会将还活着的至亲 一并拉入死局 作为政坛老手 严雀敏锐地察觉到 梅长苏虽身为玉王的谋士 但严行之间 却与玉王的作风大相径庭 远非玉王的谋士那么简单 这位后来入局的苏先生 在京城风云之中 想必会搅弄出另一番天地 虽然祭台式君没有成功 但对于严雀来说 他心中对于林谢与陈飞多年的愧疚 与梁帝萧选之间的恩怨旧仇 都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乌烟瘴气的朝堂 也有了一丝微妙的曙光 既有此景 那不妨就听苏先生一言 再等等 更何况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 严雀此人 正直但以大局为重 忠诚但难掩深情重义 聪明绝顶但又满腔悲愤 看似于事无争 然而朝堂之上处处都是他的影响力 连手握重兵 与玉王当面对峙的巡防营将军欧阳旨 见了截然一身的严雀都惶恐不安 在朝中如日中天的谢雨听到他来 都忙不迭亲自出来应付 连稳如泰山的下江 都在他的寥寥数语中 跳脚狐疑不绝 自乱了十三年的阵脚 旁人观他复杂如此 最终在与皇帝消选的最后一场对峙中 他带头起身 强迫皇帝重番久安 时隔三十七年 当年那个严雀一如既往的南梁热血 敢作敢为 而此刻他的身边站着满朝文武 再无孤身一人的悲凉 就像严雀和下江在寒中关的时候 他对下江的告诫 你可以不相信情义 但最好不要蔑视情义 否则你终将被他所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